世上魔人那麼多不怕沒有好作品 歡迎收看好男人作品及我是主持人丹尼喔 做模型呢不只是要了解模型製作的技術 我們也要懂得去如何欣賞一件好的作品 那這個節目的宗旨呢 就是讓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我認為還不錯 或者是我覺得值得推薦的作品 給各位做一個欣賞交流 那首先呢這一集 我們請到一個我認為還蠻厲害的製作家 那他同時也是邱尼元模型手作坊的講師群之一 那讓我們歡迎陳華 陳華老師 首先我們先來詢問一下就是說 陳華老師就是有大概玩模型多久了 然後有過一些什麼樣的經驗 就我小時候玩BB戰色 所以是從BB開始接觸模型的 對 開始認真進行什麼上色啊 或者是改造等等的 比較深入的製作是大概什麼時候開始 2013年底 買了一台 風壓機跟噴皮 然後開始玩 直接充氣財 對啊 因為就賺錢之後還直接開始玩 所以是有經濟基礎的狀況之下 然後直接投入設備 所以當時就會覺得說 我就是要開始認真的玩模型這東西 對 因為就之前也看過很多什麼模型教學 大家知道你一開始就一定會有羽花肥 是啊 你小時候就一定不可能玩這個啊 我們就稍微認識一下 這位陳華老師 那這一次呢 陳華老師為各位帶來的作品是 去年發售的 伊芙利特改的RE100的系列 這一件作品 你可以看一下 他 你這次直做嘛 就是 針對他原套件的一些優勢去進行處理 其實他看起來 細節很豐富欸 他原始套件就是這麼豐富的細節 對啊 我說加這個 加手臂這個 因為他在邊緣的時候就斷掉了 我把他連身過來 這是刻線啊 所以他刻線本來的位置是沒有很完整 就是他在 我覺得這樣比較合理 結構呈現上面可能有點問題 對 那看到說你的這個肩甲還有天線的部分 有進行一些銳化的處理是嗎 是 肩甲就是 它有六根刺嘛 就延長一下肩 然後 在配色上是用了兩種藍色是嗎 對 配兩個藍色 一個是比較偏紫的 一個是比較偏藍的 然後不做搭配 就相近側的概念 感覺律動感有被帶出來了 就是因為他的層次的關係 看起來不會那麼的失敗 那這邊我看到一個小細節是 你在他的噴嘴內側 做了一個透明藍嗎 對啊 噴嘴裡面 那你當初在做這件作品的時候 沒有遇到什麼 比較困難的部分 沒有 但是非常的好做 真的非常好做 怎麼說 他要怎樣子好做 他無縫也就只有 就是刀背這個部分 其他都不用 所以他的分件是 都很合理 對不對 很完美 透明件的那個處理方式 就是那個 刀刃的部分 我是噴上 螢光紅 就是讓他做一點 感覺在發熱的 我也感覺 還不錯 還不錯 好啦那這一次呢 我們就很 感謝我們寵畫老師 我們帶來的這件作品 那也是 寶南作品集的第一集 可能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也希望各位在下方留言 告訴我說 喜不喜歡這種類型的節目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可以幫我分享這支影片 然後想要接收更多 模型相關資訊呢 可以去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也可以去Facebook搜尋 好男人模型工作室 隨時關注好男人模型工作室的情況 我是Daniel 然後 什麼 我要講什麼 你是說你是誰 我是成華 好那大家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好男人模型工作室 現在那些工具一起開始